期待之9的好消息終於落實 早前金管局公布調整樓市 亦周期措施 放寬自用住宅物業的按揭乘數上限 其中實施以9的6成按揭上限 按揭保險除外 放寬後1500萬以下自住住宅物業 最高可乘做7成按揭 大大減低過去換樓客面對困難 新措施下1500萬至3000萬自住住宅物業 最高可乘做6成按揭 3000萬以上自住住宅物業 最高乘做按揭水平維持五成 非自住住宅物業 最高按揭乘數維持五成不變 此外按揭保險計劃同步放寬 1125萬或以下 物業最高按揭乘數可達90% 貸款上限為900萬 原有1125萬至1200萬 最多可做按揭水平為80% 最新擴大物業價格至 1125萬至1500萬 而1500萬至1715萬 最多可做按揭水平為80% 貸款上限為1200萬 至於1715萬至13000萬 最多可做按揭水平為70% 放寬按揭上限對於換樓人士來說是福音 相信可刺激換樓市場 及增加市場交投 對整體樓市成交有十分正面幫助 以1500萬物業為例 過往最高可借64% 即960萬 並須支付按揭保險費用 假設以保費65折計算 相當於14萬元 新政策下 1500萬物業可直接在銀行做7成按揭 而不需要按保 大大節省買樓成本同時 亦可減低首期的負擔 再者在過去的按揭措施的限制下 相信大家亦明白 過去一段時間小屋換大屋是相當困難 特別當樓價增加而按揭乘數減少 換樓客自然需要一大筆的首期來應付換樓 相信新措施將有利於緩解過去積累的換樓需求 幫助有需要家庭實現 小屋換大屋的目標 同時令更多小型單位有機會被重新釋放到市場上 變相令上車客選擇增多 有利改善市民整體生活質素 不過當然線靠放寬按揭乘數 亦未必完全可以將換樓難的問題 完全拆牆鬆綁 首先對於缺乏大量現金的換樓客而言 仍需要先售自住單位 才購買新單位 因為當中仍需要雙倍印花稅預繳 以及供款與收入比率重複計算等而類 再者金管居仍未放寬壓力測試的要求 任何換樓客 特別是 細換大 必須計清楚是否能通過壓力測試 這對於理論汗